新闻来源RFA 在境内外到期债务都相继违约并试图启动境外延期之际 高层跳船和创始人杨国强妇女被变相控制的传言亦让碧桂园雪上加霜 虽然迄今为止碧桂园和广东警方都三间其口 但业内人士都对杨国强的命运不敢乐观 碧桂园杨国强妇女疑似被广东方面控制的说法 周四十二日即开始在财经传媒人中流传 传言称因其资金链断裂导致三四线城市的数十万套在建房前景未明 深圳一位资深律师麦克称可能是被监视了 但没什么详情 麦律师说反正是被监视居住了 今天这边确实消息还不是很多 要求匿名的中国社会院工业所旗下媒体人告诉本台记者 碧桂园曾经以新加坡旁森林城市为广道噱头的马来西亚超级公寓项目 开工已八年仍未完成损失惨重 并且一度导致国内众多项目受波及 他认为杨氏妇女是否被抓还真不好说 但被某种程度限制包括边控的可能性更大 其七月份的所谓捐价值59亿人民币的碧桂园服务的股权 是一个很敏感的事 至少在困局下这样做 这可能被官方视为变向资金外逃 他说现在问远景 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 这个阶段是要保密的 他究竟是一个慈善账户 还是一个家庭信托呢 还是什么 你这等于是明目张胆要转移了吗 这肯定是会惹怒有关部门的吗 碧桂园他有个项目 就是那个新加坡旁 马来西亚 出问题了吗 整体都是要连累的呀 这个会很麻烦了 因为你看现在那个恒大的事 已经引发了 就是河北这个银行危机 是吧 杨家再控制了 肯定也会引发那个问题呀 但来自广州市政府的一位官方人士的说法是 这可能是谣言 至少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此事 而碧桂园控股 没有回应本台记者的采访邮件 而负责为碧桂园对接媒体的澳美公关顾问 在回应本台记者的采访时 称他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消息 碧桂园资金短缺坏消息不断传出 虽然杨氏妇女情况不明 但在近日 碧桂园深陷麻烦 却是不争的事实 即北约初 调整资金使用优先项 也就是交楼优先之后 碧桂园在周二十日 再次连续发布重大披露事项 称将启动 本金高达93亿美元的境外债务重组 而在此之前的9月中旬 在官方的行政介入下 碧桂园刚完成了147亿境内到期债务的展期 俗称以时间换空间 在此之前 恒大融创都已经先行尝试这种做法 但上个月 恒大老板许家印父子和一众高管被抓 并已经触发了多个银行的动荡 以至于地产 银行及私募圈都人人自危 而另一个让人关注的事件是 碧桂园控股旗下仅有的现金奶牛 碧桂园服务的总裁李长江 也在周二离职 而在此前的7月 李长江及大额减持碧桂园服务套现2800多万 以引发其将跳船的传闻 杨国强被质疑转移资金到境外 而就在同月 碧桂园新长舵人杨慧言 将其实市值59亿元人民币的碧桂园服务股票 捐给6月才成立的香港国强公益基金 而掌管该基金的是其妹杨子盈 也被外界将其和许家印前妻和儿子提前离境相提并论 此外 碧桂园的债务结构 依更可能引发群体事件 如截至2022年末 在超过1.4万亿的总负债中 占比最大的是购房款高达6682亿元 其次是上下游应付款4374亿元 有息负债中银行及其他借款1625亿元 优先票据707亿元 公司债券323亿元 但随着碧桂园线金流危机的持续恶化 购房者的前景正变得越来越暗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